你好 欢迎收看8月5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萧嘉惠 首先带你来关心 为了提升国人对外交的认识 外交部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 从7月底开始办理全民外交研锡英 5号下午在花联县政府大礼堂的地方政府班 针对地方政府的同仁 邀请驻外交部多年经历的讲师 透过实际的案例分享 达到全民懂外交 一起聘外交的目标 为提升国人对外交的认识 外交部外交及国际事务学院 自7月底开始规划办理全民外交研锡英 以地方政府青年学子及社会精英为对象 在全国各地安排不同场次的课程 5日下午全民外交研锡英列车 来到花联县府大礼堂 针对地方政府同仁开设地方政府班 我们没有在正式的外交场合上 有机会在外交场合上 所以很多的细节我们并不知晓 而我们以前受教育的时候 可能是二三十年的教育里面 可能教我们的国际礼仪跟现在又不同了 所以这个无论是科技的更迭 生活环境的改变 或者是国际礼仪 其实我想也会跟着这个环境 以及我们的时代的进步 或有简化 或有更加的克随读变 所以这个大概都会有一些改变 能够针对我们当前的外交政策 跟我们的做法 还有国际的礼仪 跟大家的揭磋 我想我们尽量用比较轻松 互动的方式 让我们今天呢 但是我把我的经验 能够跟各位分享 也希望能够透过跟各位的互动 我也能够带一些这个成果回去 那首先呢 我想我们分成两个单元 两个单元大概是一个小时多一点 那先来谈我们当前的踏实外交 然后之后呢 我们再来谈国际礼仪 这次言其言邀请出外交部多年经历讲师 分享国际情势 两岸关系 我国踏实外交 新南向政策 国际礼仪以及外宾接待的实力探讨 有鉴于花联以观光立宪 即判透过这次言其赢 让政府同仁有更新一步的国际观和外交礼仪 以达到全民懂外交 一起拼外交的目标 记者蒋邦彦 华联士报导